然番剧场!然番啦! 对于未来梦境中的世界,风起了解得十分有限。 通过星城庇护所的数据库资料他了解到, 1500年后的世界已经彻底被领域场覆盖。 至于被领域场覆盖后的世界到底变成了什么模样? 他无从得知。 基本能肯定的一点就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活人。 此刻感受着左手臂处传来的彻骨凉意, 他不淡定了。 这时一道闪电划过, 他看清楚了左侧瘦小身影的具体模样。 他长得与人类孩童相似, 约莫三四岁的样子, 长睫毛下有着一双大眼睛, 五官精致, 但瞳孔中的灰白色让他看起来显得十分迷茫。 同时他还注意到, 小女孩的左手臂处竟然镶嵌着一块破裂的符纹晶石。 领域生物? 或者是符纹改造人? 仅通过外表, 他无法判断小女孩到底是领域生物还是人类, 但他更倾向于领域生物。 因为星城庇护所内的资料显示, 人类文明已经灭亡, 而小女孩没有体温, 浑身冰凉彻骨, 给她的感觉就像是一具尸体。 说不定真是鬼。 面对旁白的恐吓, 他还真有些信了, 在领域场之内一切皆有可能, 有些特殊的领域场连自然规律都与地球完全不同, 例如有些领域场内的重力是地球的数位, 有些领域场的重力却不到地球的十分之一, 甚至有些领域场内的生物只有意识形态, 没有实体, 完全可以无视任何物理伤害。 王静生在课堂上还讲述过一个 让诸多领域战团付出惨重代价的领域场, 阴阳领域场。 他印象深刻。 在阴阳领域场内, 白天黑夜四小时交替, 白天高温夜晚极寒, 如同两个极端的地狱, 哪怕是体魄强壮的修炼者也难以长久生存。 为了驱散这个领域场, 人类曾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最终才将阴阳领域场中心的空间核心给打碎。 而未来梦境中的世界, 已经完全被领域场覆盖, 或许就存在着许多古怪的自然规律, 所以诞生出的鬼, 这类奇特生物貌似也很正常。 想到这里, 风琪试着往右侧挪了挪。 小女孩这时也跟着他往右侧拱了拱身子, 死死地贴在他的左手臂上。 我不怕。 小女孩发出稚嫩的声音, 风琪忍不住吐槽道, 我比你更怕。 现在恶犬可能还在外边, 他不敢轻举妄动, 面对小女孩的纠缠, 只能是尽可能地保持距离。 但小女孩显然是不想放过他, 他挪一步, 小女孩就贴近一步。 随着时间的流逝, 外面的雷声渐渐平息了, 乌云散去, 青红光芒再次辐射大地, 世界重新有了颜色。 煎熬了许久的他, 低头望去, 发现小女孩竟然抱着自己的左手臂睡着了。 就在他想试着挣脱的时候, 小女孩抖然睁开眼, 迷离的眼神显得楚楚可怜。 但想到小女孩可能是领域生物, 他压住了心底的怜悯, 甚至起了一丝杀意。 始终被小女孩纠缠, 显然也不是办法。 于是他一咬牙, 强行将小女孩拽离自己的左臂, 迈步来到窗边, 随后与足球门将开球的姿势, 飞起一脚, 将其踹飞了出去。 随后他趴在窗口, 开始观察外界的动向。 却发现落地后的小女孩, 以极快的速度弹身跃起, 沿着墙壁飞锁而上, 然后一头撞在了他的怀中, 牢牢抱住, 如同吸盘一般附在了他的胸口处。 试着拽了几下, 他发现以自己的力量, 竟然拽不动。 面对着狗皮膏药板 黏着自己的小女孩, 他面露无奈, 于是开口询问道, 旁白, 这玩意儿又是什么? 不知道, 看他这么粘人, 要不我们就叫他吸盘吧。 这名字取的, 他无力吐槽, 但就在他思考着 如何摆脱小女孩的时候, 门外走到震动, 随后一只身高三米, 尾部由触手组成的恶犬, 出现在了他的视线之中。 看到这一幕, 风起果断迈步想要跃出窗外, 因为留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可就在这时, 恶犬尾部的触手晃动, 以极快的速度接近风起。 他反应不及, 被触手卷中了身体, 瞬间双脚悬空, 被拉扯着往恶犬飞去。 恶犬的头颅缓缓裂开, 搂出了布满拉丝粘液的口气, 风起健壮奋力挣扎, 试图挣脱触手束缚。 然而他的力气, 在粗壮的触手面前毫无反抗之力。 可就在他以为自己即将被恶犬吞噬之际, 树懒般吸附在他胸口处的小女孩 陡然睁开了眼, 灰白色的眼眸中浮现点点星光, 随后猛地转身, 一拳砸在了恶犬布满粘液的口气之上。 哄, 一声巨响, 空气都随之震动, 恶犬被这股恐怖的力量瞬间砸倒在地, 随后布满列文的地面不堪重负, 轰然垮塌, 风起也静止落下, 重重地摔在了下一层的地面。 烟尘滚滚中, 他望着站在地面上, 眼中星光流转的小女孩, 目瞪口呆。 这玩意儿这么强? 这时被砸倒在地的恶犬嘶吼着站起身, 摇晃着脑袋之后, 尾部的触手抖然卷向风起。 时刻保持警惕的他, 果断先行一步, 跃出了窗外。 身形落地之后, 也不管身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他扭头就跑。 离开破败小区之后, 他继续狂奔布置。 虽然没有看到小女孩与恶犬的战斗, 但从地面的阵感雷开, 双方显然已经发生了激战。 还未跑出多远, 就听见一声巨响。 他回头望去, 只见破败的小区轰然垮塌, 滚滚烟沉, 冲天而起。 哼, 好强啊。 他没有想到, 看似可怜兮兮的小女孩, 竟然会有这般恐怖的力量。 但这个小女孩展现出来的实力, 让他更肯定了小女孩是领域生物。 毕竟正常人类的小孩, 怎么可能有这般恐怖的实力呢? 他这么大的时候啊, 除了, 不, 不, 什么都不会, 撒尿堆里让爸妈扶着二弟呢, 不然, 撕起来没个准头。 至于小女孩为何会保护自己, 她虽然心中疑惑, 但却也没有多想, 觉得只是凑巧罢了。 可想到小女孩如果真的能够在未来梦境中保护她的话, 那就爽了, 自己完全能在这里横着走了。 就在这时, 旁白的声音浮现在了她的脑海之中。 这不, 机会来了。 伴随着旁白的话音落下, 一刀瘦小的身影以极快的速度从远处而来, 一头撞入了她的怀中, 然后牢牢吸附在了她的胸口处。 被惯性撞飞数米远的风琪, 后脑勺重重砸地。 吵! 我